今天帶大家去到Hempstead Manor Hempstead這個地方我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它的環境真的很舒服 都是一些莊園的生活區 整個山頭都是大宅 一進來這個位置就是它的concierge 然後這裡就是去搭Shadowbus的地方 可以直搭Hempstead的地鐵站 五分鐘就到了 一般來說這些大屋就不會有什麼facilities 但這個的屋苑是有的 它有自己的concierge、shadowbus 也有swimming pool、gym等等的facilities 就算你周末的時候不離開這個地方 其實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這裡的建築是由新和舊的建築組成的 有一些就是以前Kings College的校舍 也有一些是全新建的 所以裡面會有一種新舊交錯的感覺 當然周圍綠化是非常之多的 這裡就是剛才我們大門進去的那裡 這個是concierge 接著就去到第一個景觀花園 接著就去到最重點的大公園 還有這裡就有很多排屋 你看到如今要大擂台那種 可以考慮在這個三房的3房間 是duplex來的 這個就是這邊聽出來的大號台 就看著這個Innergarden中庭花園 其實景觀是很漂亮的 看上整個花園 加上它有高的 它是最高的位置 下面這個是一個二層的兩房 這個也很漂亮的 因為它的住宅房的廳是很大的 空間很多 這個二層也是看著這個花園的 再一個如果有外空的房間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二層的 這裡也是住宅房客廳走出來的附屋 我們身處這個單位 它的開價是750萬英鎊 Hampstack來說 其實大宅很多時候都是這些價位的 所以其實也不算太貴 這裡是你的大廳進來 上高就是一個好像會客室的地方 後面還有一個cinema room 它有四間房間 四個房間都有自帶衛生間 先看主人房 一進來這裡是主人房 有自己的衣帽間 接著就去到洗手間了 好棒啊 是兩邊的 這個浴室看著外面 好棒 接著到房間 這個房間 是這個位置挺好的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是你自己的 對著外面都是陸化的地方 樓梯是圓圓地形的 樓梯是圓圓地形的 上高會有個天窗的 一共上來就三間房 這邊這間我最喜歡 先看這兩間 先看這兩間 先看一間小的 你會覺得裡面很光亮 因為這裡上高都是有天窗的 總共四間房的大屋 在倫敦都少見一點 接著就會去到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你會看到上高是天窗 所以很光亮 下面這裡就有窗 也有自己的陽台 你看到這裡全部都是樹木 所以感覺真的很舒服 再看就是我最喜歡那間房 因為我覺得房裡面有一條樓梯 很有特色 首先它有洗手間東西進來 還有它的衣櫃 然後就進去 你進去之後有自己的床 然後外面的平台 全部都是你的 我們現在去到二樓的一個兩房單位 一進來是推門移入的這一種 大廳 很夠大 看著外面 廚房 這個是Family Bath 洗手間也有Underfloor heating 那先看一間小房 那這一種是斜頂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舊的建築 但是很有特色 主人房 外面都是綠油油的 看著整個小區的另外一邊 景觀也都是很漂亮 非常英式 其實也挺開洋 再看著呢 就是這個有天窗的toilet 主人房的就是這些 有得浸浴 又有得站一下肛 都可以很浪漫的 而且看著 有個天窗 我們這一間是1,175呎的兩房單位 是兩房兩次 如果你喜歡大廳的話 這個很適合你 如果大家在找一個私校雲集 治安好 倫敦市中心的富裕住宅區 Hempstead絕對是你的不宜之選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介紹 下次再見